全新一期健康解碼第四期已經出版了 今期主要是講解因為尿酸過多引致痛風問題 和了解一下濕疹的成因 隨書會有240元現金券 和會附送價值198元的痛清 記得不要錯過啦 好 遊戲人間到最後一節了 光碟時代正式開始 光碟機剛才我們上一節講到 任天堂出古畫 令到Sony的PlayStation押後幾年 都出不了細 Sony一路之下自己彭美拉章自己走 自己做一部機出來 自己生產遊戲 自己去找一些銷售渠道 重新用電器的渠道 反天覆地的大轉變 光碟時代正式開始 但是PlayStation的同期 其實之前亦都有一部光碟機出來 那部光碟機是叫做3DO 3DO是什麼呢 是一部用readCPU做出來的 我們那個年代叫做Multimedia的Internet Cube的時代 開始就是有些什麼呢 有些電影化的東西看 有些開始我們所講的3D的初期 我們叫做Polygon 因為Polygon這件事其實在80年代 已經有很多公司想做 但沒有這樣的技術 即是覺得CPU做不及 所以他呢 3DO其中一個最大特別呢 就是他除了有Panasonic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集廠公司之外 還有一間叫做GoldStar 金星 是的 如果我沒有說錯 如果我沒有說錯 GoldStar後期的名字叫做LG 是的 LG 3DO的同期呢 亦都有一部遊戲機 他就不怕死地出來 他主張說自己有128bit的處理能力 不過這部機就死得很慘 因為到最後那部機是由2000多元 變成港幣買200元 都是軟件問題 是的 那部機叫做阿達利Jagger 是 是 阿達利了 阿達又來了 又死了 最有趣的是 阿達利Jagger的手掣鍵盤 是好像抱著橙那麼大來玩的 是這麼大的 即是繼Xbox早期的手掣 之前就有一個再大一點 手掣盒有鍵盤 其實是笑話來的 3DO那時候在香港流行了 一會兒又在PlayStation出現 因為3DO有得抄翻版CD 是 沒錯 那時候也說回一點 1994年開始 1995年 1996年開始 另一個媒體 就是這個 錄影帶市場 開始有翻版的光碟出現 翻版光碟就是翻版VCD 那時候很初期 我再說一下 就是因為生產翻版光碟的機 在大陸很多廠開了 他們什麼都印的光碟 開始印了一些翻版光碟 那時候很便宜 那時候那些機 那些碟 但那一抄CDR就很貴 那時候沒有CDR 那時候 生產碟就很便宜 那時候還沒有 那時候CDR 即我們叫金碟 200多元 但是押出來的那些碟很便宜 賣到通街都是 20-30元而已 但是後來去到PlayStation出現 PlayStation一出現的時候 我記得買10800元 不知道跟5個遊戲 還是跟多少個遊戲 那遊戲有一個叫做 鬥神轉 鬥神轉 雷電 Rigid Racer 鐵拳 鐵拳 鐵拳一是厚多一點才出現 不是同時間的 那時候我們為了感受到PlayStation 究竟性能是怎樣 其實我1994年 有去到日本的家庭日記展 那時候我最大的目的是看世家 世家在街機那裡的 所有Virtual Reality 都是世界第一 世家又來了 轉一個圈 世家當在16bit Mega Drive 死得很慘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研究 都是開始研究 將遊戲轉成光碟 其實世家那時候出的光碟機 叫Satun Satun 叫土星 我記得在開頭的時候 Satun和PlayStation Satun贏了PlayStation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遊戲便宜 便宜 不買翻版 因為日本倒架得很厲害 日本倒架得很厲害 有些遊戲好像 Cord Pire 500日圓 賣出街後 30多元 可能是很流行 有些一跳樓就可以很便宜 世家一向都是很棒的 但為什麼呢 世家仍然是用舊遊戲機的系統 會有跳樓 但PlayStation不是的 PlayStation是走電器的 是 Sony就直接去到門市 不會有中間批發 不會有中間批發 所以中間那些批發 突然間 沒有跳樓 Sony寧願買不到的 拿去填海都不會 對 沒錯 Saturn 我1994年去展覽會 Saturn 很大期望 就是Virtual Fighter 和Deytoner 但去到那裡 是不單止失望 還有一個害怕 你會看到 跟真正街機那兩樣東西 完全不是兩回事 是另一回事 是 但當時的轉覽會 PlayStation只是放在一個很小的角落 有很多記者圍著相機拍照 我記得 差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 在業界 那些人不太好PlayStation 無論是他的經驗 無論是他的實力 都不太好 因為Sony以前有出 屬於半份遊戲機的 就叫做MSX 之後一跳就是PlayStation PlayStation之前 其實目的就是 跟任天堂合作出CDROM 以及在CDROM裡面 加個硬件 用來做多邊形處理 他就想起自己跳出來做PlayStation 他沒有想過Namco支持他 他說Namco為什麼支持他呢 因為Namco很大部分 家機版System22 24那些 就是PlayStation快底版 或者PlayStation快底版的 家強版 嘩 你不說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Namco好像鐵拳一 是百分百跟家機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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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PlayStation快底版 所以我們那時候 為了要看到 PlayStation的鐵拳一 效果是怎樣呢 我們去到Times Square上面 那間機店 真的看到鐵拳一 看完之後 都打到突 那樣肉酸的 Virtual Fighter漂亮很多 但是最大的問題 家庭機的Virtual Fighter 是肉酸過鐵拳很多 那些人 為什麼 那些人看到有顏色為之漂亮 Virtual Fighter Polygon 沒有色的 是一塊塊色的 但是鐵拳有色的 那個香蕉人 其實那個就是李雪龍 黃色一條 但是人家有顏色的 什麼叫香蕉人 就是你見到很多角的 那些人好像火柴一樣 不是 他一條黃色這樣動 是的 但是Polygon那些 是看到一格格的 是 哇 講到 大家看到嗎 這些好東西 你看不清楚再拍一次 那時候 去到Times Square上面那間機店 看鐵拳 看完鐵拳之後 PlayStation是這樣的 都不太厲害 但是回來 放在自己家的電視機 就發現 原來PlayStation 做多邊形 那些叫做Virtual Reality的效果 跟世界Saturn 相差九條街 是 Saturn就開始奠定了一件事 就是Saturn 主公平面的漂亮 他做Street Fighter那些就很漂亮 很流暢 百分百家的一樣 X-Men PlayStation 就做什麼呢 做Virtual Reality的東西 很漂亮 譬如鬥神轉 鐵拳 接著就 有些街機 叫Starblade 那些射擊遊戲 全部都是PlayStation 贏了 到最後 最搞笑的一隻遊戲 就是 惡魔城 惡魔城 第一隻惡魔城 PlayStation出先 那隻惡魔城 我們有一個外號 就是銀河戰士版惡魔城 因為它是任天堂銀河戰士那種玩法 忠實的追隨者 那其實在這個時間 其實很多的 因為市場呢 開始是 開啟了 不是開啟了 光碟機這件事呢 開始被新的一代接受了 開始被新的一代 確實它比超音呢 也是漂亮很多的 好玩很多的 而在這個市場越來越大的時候呢 很多在以前的追隨者的廠 就走了過去 真的走了過去 PlayStation 甚至乎走過去這個 這個 世界的陣營 那時候基本上開啟了 那時候就沒有一個叫做壟斷 就是沒有一個叫做絕對壟斷了 那就是比如說 我是CAPCON 我是一間遊戲機廠 我做一個遊戲機呢 我可以在很多的平台上面去賣的 包括後來的Microsoft的Xbox都是 那譬如說一隻遊戲 Gyber 周圍都有Gyber 最重要就是看看 那個策略是怎樣的 那剛才阿達講到 惡魔城呢 是 KONAMI這間廠 就已經走了過去 和很多的 和很多的廠去寫了 那時候呢 他惡魔城呢 用了一個方法 就不是活動物件 就是平面的方法 他其實是用了很多polygon的東西 做模擬活動物件 所以做一些很流暢 但是如果後來SATTERN 出了同一個遊戲之後呢 因為那些效果呢 就差了一段 變成了 那些人就開始 越來越對SATTERN 那種感覺是 即是差了 那SATTERN呢 後來就要怎樣打贏 PLACERN呢 其實都沒有贏到 他將自己降價 出了一部 由灰色的SATTERN 變成白色 跟著就出了一系列 Sega Age 其實他已經要將自己 推翻做自己是世家 我世家的所有以前街機出名的遊戲 我現在要做到100%的街機 再扭轉呢 就出了一個短命的product 就叫做Dream Case Dream Case Dream Case是1998年出的 但是SATTERN呢 在同一時間來講呢 他也都出了一件事呢 是令到自己都輸得很慘的 就是Super32 Super32呢 其實呢 就是一個Add-on 放到世家五代上 但是最搞笑的一件事 其實不是Add-on 其實他自己本身是一部遊戲機 他Add-on到世家五代上 其實是Disable了世家五代的畫面處理器 直接用Super32出了畫面 那個世家五代 只是負責出最迫環的那一刻 連音樂都是Super32做的 但是以前呢 Super32出了一堆遊戲 那堆遊戲現在都很炒的 但是就只是屬於collector version 就是沒有用的了 玩完了 你講到失敗的產品 是的 還有 我們很久沒有提到任天堂 任天堂也出了一個 在同一個時間 在N64之前出的 都出了一個非常 任天堂自己內部都認為 絕對是失敗的產品 那個叫Virtual Boy 是的 這個Virtual Boy其實很白癡 很白癡 那時候 一個叫做立體的眼罩 立體的眼鏡 立體的眼鏡 真的是Virtual Boy 就蒙著眼看 我記得我玩了五分鐘 到我玩完之後 我暈了 他暈了 有些人吐了 是的 我想現在是二手市場都買不到 有的 貴了 不過最搞笑的一件事 那時候我是買了很多部 我不知道那個有人買的 很過癡的 那時候是專門賣垃圾的 你不要怪我 以前光顧我的人 那時候 Virtual Boy 那時候賣過 試過二千七元一部 但是到最後 二千七元是講港幣的 到最後 Virtual Boy一部 是一千日圓的 在那時候 算數來講 六點幾 七點二算到 就是說一部Virtual Boy 是七十二元港幣的 全新的 哈哈 好了 我們講到這裡 都接近我們的尾聲 我們講到PlayStation 講到DreamCase 都是光碟機的第一代 當然大家很熟悉的 PlayStation2 PlayStation3 或者到現在的PlayStation4 基本上每隔兩三年都出一代 而世家 他因為 慘敗 DreamCase之後慘敗 他以後就不出主機了 專攻的遊戲 至於任天堂 除了是Virtual Boy之外 他亦都出了一部 叫做N64 N64 沒錯 然後又是慘敗 之後又是 但他在美國都叫做 不輸光 叫做 都說不行 即是不去光碟 去不到光碟 那種 然後就出了一部 叫做GameCube GameCube 但都不是那麼成功 直至到 大概是十年前 他出了一部 叫做Viu Viu 他用來遊戲取勝 他的玩法 就是比較新鮮 遊戲和玩的人 可以有互動 很特別的互動 那是另一個故事 去到這裡 我們接近尾聲 遊戲機 由第一代 去到過渡 超任 高峰 接著去到 任天堂 不是 接著去到 用光碟媒體的時代 這個時代 是由1986年 去到2002年 基本上 遊戲機的光輝時代 就完結了 為什麼呢 手機時代 手機時代 手機不單止淘汰了很多東西 甚至連遊戲機都淘汰 沒錯 我們這兩集 是沒有講 手提遊戲機 手提遊戲機 也是另外一個 非常吸引的 有機會 大家 再講 給大家聽 在這裡 跟大家說聲 拜拜 記住買 拜拜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 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浪 空油去屍 固法 浴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